離開你 我像一個逃兵 無處可去 也無路可退 脆弱的淚 總在提醒自己 這失敗的滋味 讓自己好累 分手原來是那麼簡單 一句話 將所有都改變 我的明天 該怎麼來安排 我是不是應該 把心藏起來 過去的一點一滴 你也許早已忘記 可是每次我想起了 你還是哭了 哭了 哭了 愛要有你才完美 我卻無力再挽回 長長的夜 獨自去面對 我不想聽見你愛上了誰 愛只剩下一段灰 曾經燃燒得很美 今生今世又過這一回 我不會再讓自己心碎 愛要有你才完美 我卻無力再挽回 長長的夜 獨自去面對 我不想聽見你愛上了誰 愛情剩下一段灰 愛情剩下一段灰 曾經燃燒得很美 長生今世又過這一回 我不會再讓自己心碎 對 這不是那個明星嗎 什麼明星啊 就是跟我們家想弄鬧緋的明星 對 緋文 Visa 來來來 過來看看 跟你第二節傳緋緋的明星 我寫多夜呢 不太瘋毁啊 喜伯伯 你帮我啊 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话 我还敢来吗 这个回答很有挑战性啊 那咱们要把这个事件继续深挖下去 就要请到我们这个敏感事件的一位女主角了 你好的酒 来 让我欢迎小鹿 欢迎你 欢迎下次光临 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小鹿介绍一下自己吧 谁啊这是 李发 大家好 别吓忙了 喝喝 过来看看 要看你自己看 我没什么心理 小鹿以前是娱乐记者啊 都在拍各路明星 那今天我们这么多人都在看着你 这么多摄像机都在拍着你 你会不会紧张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呀 不紧张 我就喜欢这样的嘉宾 你回答干净明了 那我就有问题 我就质问了 当时你看到你和坤哥的报道 心里会不会觉得特别美 这主持人什么心态呀 然后现在呢 如果那奇妙背上一个自我炒作的黑锅 我有什么可美的呀 那咱们换一个思路 如果哪天有一个报道 写你和Brother Peter有绯闻 那你心里会不会暗爽 那个Peter是谁呀 小鹿怎么会认识这个男人呢 实话实说 如果是真正的恋情的话 应该没什么 但如果被爆出来 我想任何人心里都不会高兴的 除非他是想自我炒作 果然是同行 这个回答得很精妙 坤哥 我在同行那里碰了硬钉子 我要捏您这个软柿子了啊 在您眼中 汪小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她善良吧 那汪小姐呢 觉得坤哥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她是一位非常好的艺人 同时我跟她接触呢 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好人 这个节目要这么做下去 没法看了啊 回答太官方了 她们都是有备而来 还好我们的节目组 也是准备了一个道具 当时我看这个照片 我一看 这不就是我们的女主角自己拍的吗 就是这两张照片 那汪小姐 当时在拍这两张照片的时候 你心里面对坤哥 是怎么评价的呢 我不评价别人 同时我觉得别人怎么评价我 对于我来说也不重要 我看中的是 事实是什么 事实 那我要带大家问一个问题了 这件事情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 小鹿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连你都得挖住 挖呗 正好替咱们店做事宣传 有病吧你 看不看 不看我看我关心我白省女儿 不过从现在二周刊已经停刊的结果来看 汪小姐手上的这份录音好像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看来所有曾经误解过你的人都欠你一句对不起 不用 我只要大家尽快忘了我就行 等一下 你知道吗 你是第一个上我节目的人说出这样的话的人 因为很多人都说不要忘记我 没关系 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尽量不满足嘉宾的各种要求 昆哥 刚才我冷落您很久了 那现在我决定再冷落您一会儿 咱们的这个通告上写的是澄清事实 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您要是觉得有点累 我们后台有VIP室专门为您准备怎么样 行行行 好 好 慢走不送 再见 再见 看来我真是注定没有朋友 现在既然昆哥已经到后台休息了 我们现在的节目要进入到我们的新鲜话题草根盘问时间 这主持人好像被爹干上了 嗯 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一句话说错就有大麻烦了 其实我倒觉得您好像一直在骗我们 因为尽管你不是策划人 但是你是整个事件的受益人之一 你有没有发现 那是因为受到骚扰的人是我而不是你 但是受到骚扰不是你来这个舞台的主要原因 你来这里是想澄清 澄清事情可以有很多种办法 但是为什么你要选择来我的节目呢 会不会因为上节目是让你快速走红的方法呢 我上节目澄清是因为节目起效快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经理去打官司 说到点上了 节目是快 但是你千万别忘了 你只要一旦上了节目 咱们所有的观众就不可能把你忘记 而且我们坐在美光灯底下 就是要公开接受骚扰 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来我的节目里啊 都想的是炒作 没有人说要来澄清 那如果你是在帮我炒作的话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你有没有觉得你表面上在否定我 但其实你的潜意识在迎合我 因为刚才你明明有机会可以去后台休息的 但你还是坐在这儿 那是因为我有礼貌 那就恕我冒昧继续没有礼貌 那请您继续有礼貌地回答问题啊 作为一个想红的普通人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不想红 对不起 我又小人知心了 因为每天呢我都会看到很多人 萧天了脑袋要钻进娱乐圈 但就钻不进去 现在是不是有麻烦了 那我这么问吧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你觉得我这叫幸运吗 当然 你现在已经是社会名人了 我根本就不想出名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我每天都在拍这些所谓的名人 你们看到的是他们光鲜的一面 而我更多看到的是 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他们就好像生活在放大镜下面一样 随时被人窥视 上街吃个饭买个东西 打个哈欺挖个鼻屎 都要被所有人津津乐道 我不羡慕那样的生活 汪小姐看来是有感而发呀 那我问你 坤哥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 是什么呢 那如果坤哥是一个普通人 你还会对他感兴趣吗 你问这样的问题 你不觉得无聊吗 咱们的观众觉得无聊吗 无聊 说实话 在这个演播室 观众就是我们的一时父母 他们想知道什么 我们就得回答什么 所以 不会 不会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的身边 还会有更好的男人吗 人与人之间 说你了 说你了 是这样 上节目之前 坤哥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汪小姐呢 已经结婚了 有丈夫 那我想问 你的丈夫对整个事情 是如何评价的 他会不会想得 也通过这件事情 把自己炒红呢 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 这位先生 不要 我已经离婚了 没有啦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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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感谢 解脱了吧 你知道我怎么看你们俩吗 变着花样作死呗 我觉得你们俩是我认识的人那边 算是最靠谱的一对80号了 真的 怎么回事啊 忘跟我在这儿一老卖老了 我记得那次 我听见你跟我姐夫两个人聊天 再加上今天 我听小璐这么说 真觉得你们俩挺不容易的 我之前还老损你那90号 我确实觉得我挺不地道的 真的 不好意思 什么意思 吕不帆从今天开始 我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全力支持你 对汪小璐我是一样的话 手心手背你们俩都知道 只不过现在一个是左手的手心 一个是右手的手背 就这么简单 你要想回去就回去吧 如果我姐找你的话 我给你顶着 老师 您跟我说吧 老师 您跟我说吧 他爸爸这段时间都回不来 我会处理的 好 谢谢您啊 老师 老师 给您添麻烦了 你去哪儿 来啊 你干吗去了呀 打电话 起来吧 你不是好陪我睡觉的吗 Visa就叫又给我惹事了 她答应上学了 她不答应怎么办呀 她爸说了 不答应了给她送回美国去 回美国呢 老天天给她领这个什么 美国老头回家 她又受不了 看人家活得多潇洒 你活得挺潇洒的 我这叫冲官一怒 为红颜 行了 男人是蓝颜好吗 我是红颜呀 我为我自己还不行啊 你说祸水啊 祸水倒算不上 但我知道我在所有的 广大的网友面前 我已然成了一个泼妇 行了 乾坤对你真的不错 你走了以后呢 人家也不是说了 你不是圈里的人 报道这事呢 你丢了工作 家里还有生病 内忧外患的 你也不容易 让所有的粉丝 不要再抨击你了 我问你 李不帆回去了吗 这点了 估计该坦白的 都坦白完了 你说你出这么大事 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呢 本来上节目 就是想了一件事的 没想到两件事起了了 挺好的 我想了老白 你说我爸身上发生了 那么严重的事 他都能想得开 那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对 你爸是想得开了 你妈想不开 你昨天晚上倒头就睡 你有三十个未接电话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十七个 今天早上十三个 还有一堆没看的短信 那我现在接电话 我说什么呀 这个时期 就是需要大家冷静一下 老板 你这个大毕业睡得好舒服呀 我决定不走了 赖你家了 汪小璐 你就不能长大吗 我跟你说 你妈昨晚给我打电话了 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说我帮着你瞒她 你说我这形象 我怎么弄啊以后 反正不管你说什么 我就赖这儿了 你能打我怎么办呀 我就不走了 你懂点事行不行啊 小璐 对不住了啊 叛徒 你们先坐一会儿啊 我去给你们泡个茶 不用麻烦了 过来吧 你墙上贴的这些东西 都是演戏给我们看的吧 你坐下 我和你妈已经商量好了 还是先跟你谈谈 一会儿再跟小吕说 毕竟你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就不用去找吕不凡了吧 找不找她 是我们的事 不管你的事 离婚 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是最近吧 八月二十号吧 八月二十号 汪小璐啊 你的主意真是太大了 你离婚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跟父母商量一下 你妈是通过电视 才知道你离婚的 农相作丧 你的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妈妈 我就因为心里有你这个妈 我才不敢告诉你 那你好 你告诉我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们 明年还是后年 那时候刚离的时候 我跟您说了 说了您就晕了 后来爸又病了 那我 我想说我 我也得 我 我没有机会说呀 老汪你听到了吧 能听到了吧 他还有理了 就是我们不对了 小璐 小璐 事情已经发生那么久了 我们也不追究 爸爸只想问你一句 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事情 要离婚 我们两个 就 性格不合 过不到一块去 什么叫性格不合 什么叫过不到一块去啊 你看看哪家夫妻 不是磕磕绊绊 一辈子这么过来的 小夫妻两个吵个架 言归于好就得了呀 有什么天大的问题呀 非要闹到离婚这个地步啊 你 你闭嘴啊 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小璐 我知道爸爸说的话 你不爱听 你们在八月份已经离了婚 在我入院之前 你们已经离婚两个月了 小璐她一直这样照顾我 比起你和你妈妈 照顾得还要好 我虽然跟她离婚了 但是吕不凡是个好人 我没有否认过啊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就好 毕竟你还是理智的 不像你妈那样冲动 小璐 我记得 当初你妈妈拒绝你们结婚的时候 你骗你妈妈说你怀孕了 还偷了户口本去登记 你记不记得 小吕在上海 没房没车 你宁愿跟她去吃苦 挤在一间房里 还要跟她结婚 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你不会忘记吧 你们结婚的时候 你说过 不管她有钱还是没钱 不管她生病还是健康 你都会一直爱她 做她的妻子 我是说过 可是爸我现在已经不爱她了 小璐 你老实告诉妈妈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的呢 是不是那个吕不凡 在外面有人了 是不是良心上不安了 才来照顾我们老两口子的 妈你就别瞎猜了 这些都没有 你们两个就别再逼我了 行不行啊 怎么是我们逼你呢 是你在逼我们呀 你就这样 说不爱就可以不爱了 她如果也不爱你的话 她怎么能全心全意地 照顾我们两个老人呢 你的爸爸妈妈 这辈子没欠过人家的 你想过没有 不凡在上海是无亲无故的呀 突然你们现在说离婚了 你让她怎么办 大上海满世界乱转呀 当流浪汉哪 小璐 你让我做手术的事情 你们两个吵过一架 小璐有没有跟你说 其实我跟你妈 知道你们已经关系不好了 你知道小璐跟我们说什么吗 她说 不管你们闹什么矛盾 其实我根本啊 就没往心里去啊 这小璐啊 她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她心里边对我挺好的 腿一万步说吧 就算她记恨我 我也不会去真的记恨她 顶多就是觉得挺可惜的 我现在才知道 这退一万步 还有这个可惜 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 我就 算了 太晚了 晚什么 不晚 妈 你妈说的也有道理 亡羊补牢 未是未晚 你现在把吕不凡叫回来 你就说 爸爸和妈妈想跟她聊聊天 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 而且我们是成年人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了 反正我不想找她 而且我不想再求她了 我知道你为爸爸的事情 没有少求过她 你就说 爸妈想跟她谈谈 人家叫了我们 那么多年爸妈 你是跟人家散了 但是我们没有跟人家散啊 阿六 这我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你以为我没打过呀 昨天我就打了 一直打到今天 人早就关机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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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找谁啊 您好 打扰您了 请问您这房子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人 怎么回事啊 这么急着把我叫来 出什么事了 协议书 想明白了 我明天去医院做手术 好啊 糟糕 明天哪 明天晚上我就走 白天一堆事 我恐怕赔不了你了 没关系 我自己能解决 这份东西呢 写的是之前 你承诺过我的那些 我觉得还是 以书面的形式比较好 早就应该这样 来 拿笔 我知道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法律效应 但是我相信你会 顾结自己的名誉 你们女人哪 我理解 来了 来了来了 你好 请问吕不凡在吗 他不在 他 他出去了 他却没回来过 打扰了 你找吕不凡有事吗 我是有点事找他 打他手机一直打不通 我以为他在这儿呢 他不在这儿 他一直就没回来过 你上电视那个节目 我看了 你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谢谢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个 你 你爸爸的病好点了吗 好多了 没有继续发展就是最好的事 谢谢你的关心 不客气 其实我 特特别想去找找他去哪儿了 我有你的手机号 我有你的手机号 但是我一直没敢问你 哦 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呢 没有 他 他一直都没回来过 我都等了他好多天了 可能他不愿意回来吧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真的 你能在电视上说你们俩的事 而且还能到我这儿来找他 这事要是换做是我 打死我都做不出来 其实我也是被逼无奈 行事所迫 可就算是有人逼我的话 我也不敢 我害怕把他逼得太紧了 他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特想去找他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不会吧 要真出事了 警察一定会通知我的 对 警察会通知直系亲属的 不不不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没误会 没事的 我 这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这些我心里都明白 我就是想让他亲口跟我说 我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吧 他从来没有主动表示过什么 一直都是我自己臭不要脸 但相思来着 也不完全是吧 甭管是不是吧 反正 我已经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 有的时候吧 你付出了努力也没用 但是吧 就是 滨江大道一百三十七号 你去找他吧 那是我小舅舅的咖啡厅 他以前有什么事都躲在那儿 我走了 你去找他问个清楚 找他钱 我是不会找到他 就这样了 再见 我 我送你 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那 那你 那你慢点 好 关心我 是啊 谢谢你 从认识我到现在 你一直都非常关心我 非常关心我 是现在我不需要了 生什么气啊 以后不打算借我给小路了 这个事情取决于你 还不是我 就把那个事情取决于 所以在这里 我能够看看 你以前是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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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代表我朋友二加二等于一 祝二位白头到老 百年好和 谢谢 谢谢 老板您这二加二等于一到底什么意思 两个人 两颗心 等于一份惊天动地的爱情 他也跟我说过 两个人两张嘴 等于一份账单 对吧 说得一点也没错啊 生活本来就是一份账单 恭喜这位小姐 为你找到了买单的人 好了 为了表示我对你们的感谢 今天这一轮酒全算我请的 来 干杯 干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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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恭喜干杯 恭喜 干杯 这儿有个人管啊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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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家吧 干杯 我想找你谈谈 干杯 咱就跟这儿说吧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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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不太敢来找你 是你前老婆她去找我 她跟我说你有可能在这儿 我也倒点 好 没事 既然来了 爸想说的都说了吧 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 你就当我是在逃避吧 你 逃避什么呀 如果你不想见我 你可以跟我说呀 我不是不想见你 我只是觉得 按照现在的情况 如果我们俩硬遥在一起 对你会是一种伤害 我也太不负责任了 不是现在的情况怎么了呀 你们俩不是在电视上都已经公开离婚了吗 你后悔了是不是 没有 没有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说 其实我就是觉得 我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了 不光是我和她也一样 可是我要按照之前的做法的话 我等于把我身上的担子全部又扔给了她 我也是刚感受到了这一点 你心疼她了 你心疼她了 谈不上 我就是觉得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资格 去开始新的生活 你知不知道 你说这话也在伤害我 我知道会伤害到你 可是你还是会这么想 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所以我才想一个人静一静 让我自己消化消化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原本是打算离开上海的 可是我看见你以后 我就改变这个主意了 我想留在这儿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愿意为了你改变 我也愿意等 本身你在等我 对我就始终压恋 那是因为你不像我爱你一样爱我 我知道 你是不会为了我改变的 我就是希望有一天 等风平浪静了以后 你一回头你就能看见我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俩 那一次在地铁偶遇遇到你了 我就爱上你了 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当周围全是人的时候 当周围全是人的时候 只要我跟你在一起 我不用穿那些衣服 我也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平凡 特别渺小 我就是想站在你一回头 就能看见我的地方 我知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一直都是我给你表白 幻聪 幻聪 我是你 我也会觉得特别辛苦 特别累 我 couple of years 了 老外 秀兰 其实真的 我做不到你想想的那样 我做不到你想想的那样 起码现在做不到 不过那天晚上 她爸爸没有生病 他妈妈也没有给你打电话 事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也许吧 这是你对我的肯定吗 六云 真的 其实我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我到现在都觉得 我们是有可能在一起的 可是我觉得我身上的压力 真的太大了 丫头我根本都喘不过气来 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所以我才想一个人静一静 真的 你可以恨我 我不恨你 我可以帮你减轻压力 我们分开吧 本来我想说分手的 可是我们俩从来就没算在一起过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 我不想等了 我不想做那个给你压力的人 你的压力都已经够大了 现在分开挺好的 真的 你别挽留我 如果你挽留我 我会恨你 刘远 老板 我们走了 谢谢您 大高 好 下次光临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是不是啊 走了 走了 那什么 你爸妈走了吗 怎么样啊 说你们 比打死还要狠 那一通苦口婆心的劝呀 就非让我去求吕不凡 让他回来 说他们想见他 要跟他谈谈话 聊聊天 他们自己怎么不去找啊 还通过你啊 就是说吕不凡他关机了 估计啊他又在想接着那躲着呢 那个我与曾经跟你联系了吗 我找他没联系到他 找他有事啊 就最近跟他闹了点别扭 你爸妈不是生病吗 想着你也没空管这事 你现在没事都关心过你的 你们两个能闹什么别扭啊 说来话长了 不怕长 这漫漫长夜 我正不知道该如何度过呢 来 说吧 我听着 我就说嘛 这人活了呀 高兴也得高兴 不高兴也得高兴 对 开门了 开门了 说嘛 这种小店他关门走 你还非要呗 没事 没事 我以为 这样的故事 不属于我 我以为 这样的痛苦 不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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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你看着我走 那天 你看着我走 这故事 这故事也许不痛 这痛苦也许不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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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承认我 却不承认我 还在爱着你 只是因为倔强 对自己说谎 假装没有你也是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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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